大家好,欢迎收听静雅的一拍一作,我是静雅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请到正在国家话剧院上演的话剧《铁流东径》的三位主演 饰演李安本的国家话剧院演员田征 饰演团长的王廷老师和饰演小柴火的张真元和大家一起聊聊这部作品 《铁流东径》聚焦新四军通信兵的战斗生活 用两个时空交替叙述的方式展开为民族一血奋战的铁血往事 这部作品是影视演员王廷的话剧首秀 也是时代少年团成员张真元的话剧处女作 演出一开票就立刻受请 昨天是铁流东径的第一场正式演出 看眼前我在后台见到了三位主演 在大幕拉开之前 听他们说说当下的心情 对自己角色的感受 今天的节目有点长 那我就话不多说 让我们直接进入正题 大家好,我是王廷 欢迎来到王廷的一拍一作 对您可能是增加一个难度 然后我刚刚跟张真元聊了 他已经是重庆人 他就说用方言的言气 他就松石多了 肯定的嘛 对,他舒服了 我难受了 说到这次跟张真元的合作 就这个年轻的偶像 年轻的演员给您什么印象吗 嗨 我终完六组的时候不也是偶像吗 在那年你们那时候小 只不过我那些偶像四十多大 而且那时候如果有多媒体 如果像媒体像今天这么发达的话 我觉得我们也不会差到太远 都属于那个感觉 但是我那时候比他大 所以我觉得我们俩没有什么距离感 我特别能懂,理解他 有没有意思吗 特别能理解他 还有没有跟您请教一些 这种表演上的方法 没有,我就跟他讲过 我说你不要把我当团长演 你把我当你弟弟演 他挺聪明的,听得懂 那我有点笨,我可能没懂 你不是你笨 因为你不是搞表演的 比如说现在我跟你是主持人的关系 对吧,我跟你在聊天 观众在旁边能感觉出来 那我换种方式 你别那么采访 你那么做我难受 你把那鞋快快快快拿过去 我跟你说多少回 那是不是咱俩关系很熟 这人物关系它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你怎么传递给观众 他把我当兄弟 他比如说 哎呀,你累个手 你意思就是 我跟你说那么多遍 你还不注意你的手 我说你把我当兄弟演 观众就觉得我们俩情感很亲密 这个是我的人物关系的处理 所以是您表演上一个经验 就是会找到跟这个人物 对,对,对 你要设计着一种 就观众特别能接受的 而且特别能够接受的一种形式 他可能不知道你是按什么眼的 他觉得这人物关系挺好 不是好像团长和下属都是那样的 那种关系 您刚刚提是小柴火把您当弟弟 还是您把他当弟弟 他把我当弟弟 所以为什么是弟弟 说我这个伤的问题上 因为我在我自己的 刚才你问我师傅 对我自己挺狠的 团长对自己太狠了 他就得批评他 你得不瘦 你伤还没好 别 别发火 伤还没好 别发火 别发火 训 这样就死一死个戏 观众看起来就会 这俩感情 所以他牺牲的时候 观众就会疼 我为什么这么说 是不让观众疼的 那像他作为一个新演员 又是一个可能比较年轻的 面对您这样的前辈 他能一下就找到这种 对弟弟的感觉吗 因为我总觉得 户会有些敬畏心 要找 所以我把真人 我就请他到房间里来待着 我说没事你就过来待着 所以您对他的低印象 是什么样的 我低印象就是一个 重新的小男孩挺好的 只不过社会 就把他给重起来了 捧起来了 本质上不就是个小男孩吗 在我这没有什么别的样子 所以我会比较照顾他 会那个什么 也不会因为他这个 是谁 拿这衣服 我没催你 你可以再慢一点 谢谢 节奏要快 今天兄弟啊 别别别那个 再训多一点 好 OK 大家好 我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演员田征 欢迎大家来到属于田征的一排一作 那在您演了这么多年的戏的过程中 就有遇到过这种 就是一开票就秒空的状态吗 这是第一次 实话实说 这是第一次 对 这次可能是因为有这个青年偶像演员 张振元的加盟 那像这种开票就秒空 您作为其中的一个演员 会有压力吗 没有压力 你有身边也有一些朋友说 就两种说法 一种觉得太好了 你看你们票房不用筹了 一下全卖了就多好 还有一种就会说 那么观众究竟是来看戏 还是来看这个流量明星的 我觉得呢 因为今天晚上是首演 演出成像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是个未知数 待会我也会坐在下面去看 我也会去感受 我个人是希望 这两种事情 我觉得它很有可能会融合在一起 第一 票卖出去了 卖空 很好 第二 我希望能通过这个戏 把众多的年轻的观众 让他们真正的感受到 戏剧的魅力 表演的魅力 而且我希望这个戏能带动他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如果这帮年轻的孩子们通过这个戏能感受到 能自己对这个国家能有这份担当 情愿为国家付出自己 所应该付出的一切的话 那么我觉得值得 现在就是很多年轻的偶像 开始演话剧音乐剧 就是竞争剧全是一个现象吗 您怎么看这种潮流趋势 演我们欢迎 但是玩票 我不支持 但是我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 张真元 从他第一天进到拍摄场 我们对此开始 他的那种胆怯 不自信 哎呀 自己那种左右彷徨 不知道该怎么样 话都不会说 直到现在他站在舞台上 演成那样 非常好 他才是中系大一的学生 而且还没有系统的学过表演 恰恰我觉得他甚至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就是他干净的像一张纸 他的单纯和他的真 这个真特别重要 尤其是他演这个 小柴虎这个角色 千万不要故弄玄虚的去演 这个真这个东西是演不出来的 你的内心的干净 是演不出来的 所以说 我觉得像这次张真元来参演这个剧目 我觉得是成功的 我也希望他能够 通过在剧院的这次排练 能够丰富他的表演 能够对他将来上中系 能够更有所帮助 我刚刚跟他聊的时候 他有说到这其中有场戏 电波是圆的 那场他就是觉得说 怎么会有人这样说话 他觉得好尴尬 而且这场其实是跟您的对手戏 当时他在某这场的时候 你有给他一些帮助 知道吗 他对 他就是觉得 因为这个孩子吧 本性好像是比较腼腆的 他不爱 不太会打开 放开自己 后来我们就跟他讲 我说 真元 你不用去刻意地演 你就演你自己就好 你自己首先 你要自己觉得舒服 然后还有一点 这个是在舞台上 舞台上 因为你跟观众是有距离的 所以舞台上 不管是音量 说话 还是你的表演 你自己的动作 适当的放大 适当的放大 因为你完全按照生活中的话 它不像影视 影视一个镜头推到特写 你一个眼神 所有都能看到 舞台不一样 舞台你是一个 完全是面向观众 立体式的表演 那么做在最后一排的观众 你这个小眼神 2.0的眼神 估计他也看不到 那么你只有把你的心体 外化 把它放大 我就说 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不要想那么多杂念 你就是你 就按你的本真眼就对了 他满成特别好 那这个剧组 你们又把它当作一个偶像吗 当作一个爱豆 没有 完全没有 就是把它当作一个小兄弟 就是把它 所以我们整个的团队 我那时候也说 我说感谢我们全剧组这些兄弟 因为我们是个全男班 我说就是一帮兄弟 就是一帮兄弟 他见我也是 真哥 都是兄弟 哥哥弟弟 就是这种关系 没有谁觉得把谁看得很高 或谁把谁看得很低 没有 因为你也是一个军人题材系 不对 部队里面就是兄弟 大家好 我是张真元 欢迎大家来到张真元的一排一座 昨天是首演吗 首演场的感觉如何 昨天算首演吗 彩排场吧 算是第一次面对蛮长的观众 对吧 其实算是首演 整个新路历程就是 刚开始演的时候 还是会有点 再往里够的感觉 就是可能因为 第一次带观众 确实有一点点的不适应 但是我觉得 很快的我就适应了过来 然后到后边就会好很多 羡慕那场 就是大家都站在一块 那一场就感觉完全融入了进去 但是其实前面几场的时候 也差不多融进去 只会刚上场的时候 会有一点在找角色的感觉 所以昨天一开场 第一次走上舞台 看到满场的观众 那一刻心中想的是什么 那一刻就想 肯定得好好表现 就是不能让台下的观众失望 并且其实我上台之后 我就没有关注太多台下的观众 因为我就在去想 这个角色里面的东西了 我可能就是 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 再去磨合这个角色 就可能没有太关注 太想到观众 然后现在差不多四点半 还有三个小时 就是正式的第一次公演 此时此刻心中 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说实话 还比较平静的一种状态 因为我昨天 其实彩排场演完的时候 我就感觉像最后一场 演完了一样 已经没太有保留地 去演那场彩排场了 因为对我来说 肯定每一场都是得用尽自己权力去演出的 虽然说第一场会有一点紧张 但是我也是在用自己的权力去演这个角色 就是去真正的体验这个小柴火这个角色 虽然我是前半场加上最后一场 但是还是会非常累 因为其实心理支撑啊 加上每一场这样去构造 这样每一个行动和他的台词的输出 包括满场跑这些 其实也会消耗演员的体力 我觉得就是相当于我昨天演完之后 我就感觉那种好累的感觉 可能平时跳舞也会消耗体力嘛 但是那种是流汗的那种消耗的泪 就可能会一下子就休息好 但是昨天真的是那种身和心都有一点累 因为心也融入那个小柴火那个角色 其实是会有一点 对我本身有一点点消耗的 就感觉出于一种很复杂的心情 然后再加上身体也很疲惫 就在想连演九场 其实对我们演员消耗还是挺大的考验 但是昨天呢我就想今天一定要睡好 不然每天我都得睡好 不然每天的观众可能会 看不到我最好的状态嘛 当然我不论什么样的状态 我肯定都会尽全力去演 但是我还是想保留一个最好的状态 给观众们去这样看到 所以说今天睡得还挺好的 现在感觉状态还不错 跟昨天晚上是两种状态 昨天大概几点睡着了 12点之后晚一点反正 就是也在想角色的一些东西 就是脑子一直在转 然后也不知道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心境 其实挺复杂的 那昨天这个彩排首演结束之后 剧组有没有把大家召集起来 再开个会复盘一下 考虑到各种各样的情况 大家就立马离开了剧场 也是为第二天休息做准备 其实我到家也挺晚了 因为导演其实在彩排之前 已经把很多问题都讲过了 昨天彩排的问题 其实我们大概心里都清楚 我们自己也会理 导演可能也会在群里说一些问题 之前说过有无数问题了 就是其实该说的已经差不多说过了 就是需要我们演员自己去花时间来 对这些问题进行消化 在每一场的演出比上一场更好 那想到之前彩排了这么久 导演给你提出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最开始就是台词上的问题 他怕我拉不开嘛 就是因为是在剧场上演出 一旦台词往里收 而且说的小声说的不清楚 说的快 就会导致台下观众 听不清楚我在说什么 并且包括我又是用方言 在表达的一种状态 所以说我就必须得把每个字 每个重音都得找准确 然后再以自己 可能不太生活的一种状态 把台词说出来 因为剧场本来就是必须 我觉得对我来说 这一次的演出 是大于我生活当中的一些 就是说话方式 因为他剧场的那个空间太大了 如果我以生活当中 就是我现在假如说的方言 我说张真月儿 然后我可能就冷革跟你说话 但是我要这样在舞台上说话 哇那台下观众可能得 哇他在说啥 这是话剧演员吗 哎就立马就觉得我这个 呃演员可能不太专业 然后也听不清楚 我再说什么就会跳戏 所以说这是我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 就是我可能会在台上 就是比如说我牺牲那段 我就拉不慢 我就放不慢 就是总行李箴步屏步来 第二天我就和打到在桃花 我剪到拉里打扫 就是有点这种很快的说话方式 到现在我已经感觉 自己能很自然的把它去放慢了 就感觉心里也会有支撑 就不会有那种怪怪的感觉 之前是真的觉得有点不舒服 就是总行李箴步屏步来 我想想生活当中有谁会这样说话呀 就是放这么慢 但是其实话剧 舞台上是需要用这种方式去 说台词的 所以说我感觉我心里这段时间 还是克服了这些问题 现在我能做到在角色里去 真正的不会刻意的去放慢这些台词 就是我还是会 就一个正常的节奏把它们放慢 导演也说我现在能放慢了 就是得注意层次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也在找一个层次的问题 所以像你调试到这个台词比较好的状态 是不是也天天在这样 刻苦的脸 一醒来就开始收台词这种 真的会一直在找这个台词的状态 包括我有时候洗澡的时候 就是那个镜子正好就在那吧 就会对着镜子 自己对自己眼 看着自己眼睛在那找角色的状态 我就觉得我自己有时候 是不是有点入息过深 其实那个时候真的是最自然的一种状态 我感觉非常的融入 而且感觉对象就在面前 这种帮助真的对演员帮助特别大 因为我也是自己能看到自己的表情 感觉自己能真正的接收到 自己在说的一些东西 那种感觉还挺好的 我觉得慢慢磨 现在也克服了我一些表演上的问题 但是还有很多问题 当然就是慢慢来吧 也是一步一步的在成长 像这次这个用方言来说台词的话 因为你可能本身是重庆人 就是用方言说台词会不会对你的表演 有一些帮助 其实说实话 它是对我表演有一些帮助的 当然也有一些问题 但是帮助其实还挺多的 毕竟是重庆人 就可能说台词会非常的自然 就像真正长在自己身上 说出来的感觉 其实导演他们最开始听到 我说方言都还挺惊讶的 就是说 这人物一下子就立足了 然后就觉得用方言非常的好 我还能知道通过方言来感受到 小柴霍的一些背景啊 和他的人物关系啊 这些包括跟团长也说的方言嘛 就是能让我跟团长的关系更进一步 这个是一进组就告诉你说要方言吗 其实就是最开始进组的时候 就让我用普通话时的嘛 然后后边可能觉得 突然说了一下方言 然后挺个人会说方言 等于一下子就觉得不一样了 而且导演当时还挺开心的 说正好会说方言 就正好就碰上了你知道吗 这个点 挺幸运的 我觉得这次也能让我对这个人物 更能力注意些 所以说还挺开心的 马上就要上场嘛 你上场前会有什么特殊的方式 让自己去调整到最好的状态 其实就是放松 当然我觉得有两种方式吧 一种就是去想那个角色 经历的一些故事 再去想每一个戏的每些细节 然后去真正的融入这个戏的一些环境 当然也要把那些道具什么的都提前找好 这些是必要的嘛 就是我得去让自己提前感受 这个角色的一种状态 但是我觉得也不能太把自己紧绷了 还是得热身放松 因为这样才是最松弛的一种状态 在角色里 如果不放松不热身 就会导致一个紧绷的状态 就没有那么灵动 包括小柴火其实是一个挺灵动的一个角色 就是包括他跟李先生送鸡蛋那场 其实挺需要心理支撑的 像最开始演的时候 找不到心理支撑 其实会自己也会有点不相信 包括我本人也不会说出那种什么 电波是圆的 挺天真的 我也得去找那个心理支撑 如果找不到我就会很尴尬 台下观众也不相信我在说这个事 然后我自己也不相信 那就更看着没劲了 所以说也得去找那个支撑 但是现在会好很多了 其实已经就会真正去感受那个小柴火 说出这句话是为什么 昨天呢 其实两种方式融合了一下 跟吴县呀 君大哥他们也在他们房间一块唱歌 唱了会儿歌 大家一起挤掌鼓励 当然我在最后的几分钟 就在台侧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找角色了 因为当时身体已经够放松了 我觉得 就是得融入角色了 我觉得这样其实挺好的 今天我估计也得这样 你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像那个 就是电波是圆的那一场戏吗 其实我觉得那场戏非常素材 给我的印象很深刻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人的 很灵动很青春 很有活力的感觉就出来了 所以你刚刚说这场戏 其实心理支撑比较难找 你是后来怎么找到的 真的是挺难找的 那场戏 其实是对小柴火一个人物角色 性格的一个立柱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戏 包括他调度其实还挺大的 就是我跳来跳去的 然后那些话 其实都是需要挺强的心理支撑的 我有时候觉得这种 乐临动的戏 其实比那种悲情的戏还难演 你得让自己充分地调动起来 然后非常的兴奋 电波是圆的 就是那种 真的在感受那个 电波是圆的那种喜悦的心情 就是会发自内心地去笑出来 就是很开心 才会感染别人 最开始呢 就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句话 然后就觉得这场戏尴尬 为什么会有这么尴尬的话 电波是圆的 我猜对了 然后其他演员 其实也试过我这个剧台 他们也会觉得 其实挺尴尬的 但是到后面吧 就是慢慢的 我觉得我自己慢慢也能找到支撑 加上我自己也能更熟悉一些 加上我的那些调度 我就会真正地相信 小山或是会说出这种话的 我觉得现在那场戏对我来说还 最开始对我来说真的 一上那场戏就紧张 就有压力 然后就会 越有压力就越演不好 我的表情就会 出于一种 要笑不笑的一种 似笑非笑的感觉 那种笑是皮笑肉不笑 强崩出来的 就不在那个人物里 每句台词又没有心理支撑 就非常难受的一种状态 现在我感觉演这场戏 就是非常的有支撑 然后可能还算我这场戏里 还比较有自信的一场戏 就是已经能找到 很大一部分感觉了 就是能够去真正地感受这些话 其实你才大一嘛 然后大一就来出演 国家画剧院的作品 为什么要选择给自己 这么大一个挑战 怎么说呢 也是机缘巧合吧 我就也觉得特别想尝试一下 这样的一个机会 虽然可能才大一 基础打得没那么老 但是我觉得有这么样一个机会 其实对我来说 也是一个进步的好机会 所以说就特别开心的就来了 跟我想象中的发展方向 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我真的得到了好多进步 然后也收获到了很多帮助 和对画剧的一些 以前收获不到的东西 也是一个觉得很享受的 和开心的一个决定 彩白过程中 有没有一些有意思 或者说印象深刻的事情 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印象深刻的把那句说 就是因为我跟挺哥 用方言说话嘛 我们俩老就是交流 那个嗓子的问题 就总感觉都在吼 挺哥也一直在吼嘛 他团长那些台词 然后就其实也对嗓子消耗挺大的 然后我们就在一直在想 想着怎么保护嗓子 然后每天都买那些 对嗓子好的那种东西 就包括什么各种各样的那种润喉糖 还有那种黄石响生丸 其实各种各样的都在买 包括那个八仙果 对 那个东西其实好像也是对嗓子好的一个东西 之前声乐老师给我们推荐的一些 包括嗓子的东西我也都买了 就你刚刚一开头提到 就是说我昨天首演之后 会觉得好像已经把镜儿都用完了 所以你有没有跟这些前辈们交流一下 因为其实对话觉演员来说 就是怎么样在一次巡演中 把这个体力平均分配 其实也是一个功课吗 其实过去这个体力 其实还挺难的 就是每一场得保留一部分 然后为了明天去做准备 包括有些时候 一天要演两场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真得考虑这个消耗问题了 这个肯定是得考虑的 对我来说 其实每一场的观众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都想尽全力地去演 然后很多人好奇 就最好奇的可能是 你作为一个学音乐剧的学生 为什么第一次的这个舞台剧 献给了话剧 我觉得其实这两个东西 它们是相通的 有共通性的 就是对我来说 音乐剧和话剧 都是同样重要的东西 都是在有台词的基础上 去展现出这样一个剧情的 这样一种状态 我觉得音乐剧 可能就是将有些台词 转化为唱的方式说了出来 就是其实它本质也是在说台词 然后表达那个人物本身的一种 心理的一种状态 所想说的一些话 但是它可能加上一些唱 再加上一些背景音乐 它就可能会多一些限制 对演员本身的心理支撑的一些帮助 就可能音乐本身那个调 可能会比较有情感支撑 加上那些背景音乐 它可能就会更融入 它本质是相对 这些处理方式不一样 但是这次 我来饰演话剧的话 对我音乐剧方面 肯定也会帮助特别的 就是我能把这次话剧 做到我最好的状态 我之后回去演音乐剧 其实也会找到更多的支撑 然后另外一个大家 关心一个好奇的点就是 为什么选择了音乐剧专业 其实这个选择吧 我最开始也是通过一个老师告诉我 就是可能也是一个 在准备艺考的时候 在选择方向的问题 当时老师就听了我唱歌 就可能考虑了各方面 觉得我挺适合学音乐剧的 然后我就回去看 感受音乐剧所带给我的一些 不同的东西 我觉得还真挺有魅力的 然后我就真正的 就可能去有考虑 学音乐剧这个专业 但最开始也只是有这个意向 到后边呢 就感觉这种意向越来越强烈了 已经有了确定的一个方向了 所以说就考了音乐剧 对你而言 你的音乐剧启蒙是什么 之类一部剧 其实音乐剧启蒙 其实是拜访森林 我第一剧看的就是拜访森林 当时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就是挺好看的 但是我真正就是被打动的那种 很深的还 就是那次看悲惨世界 真的让我感受到了 非常大的音乐剧的魅力 包括唱啊台词啊各种各样的 都让我感觉很融入 音乐剧的独特的魅力 我看到了 那能不能就是跟喜欢你的朋友 分享几部 或者爱丽几部你喜欢的作品 哈密尔顿就其实还挺不错的 而且它里面的一些唱段呀 还挺吸引我的 有一些说唱的方式来念台词 大家可以去看看去感受一下那个 音乐剧的各种形式吗 还有那个 我真的觉得歌剧魅影 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的一部音乐剧 就是它不仅是角色 人物性格非常鲜明 它的歌也非常好听 两个演员碰在一块那种火花 让我感觉 就感觉我也想唱这首歌 那种感觉 但是还差得远 中文的话我推荐几首歌吧 《夜奔》 我觉得《夜奔》那首歌 其实真的还挺不错的 其实之前 我还有想尝试这首歌 但是又想尝试 但是觉得自己还差一部分的声乐技巧 所以说就没有去练那首歌 还有什么 那首歌挺好听的 很多人会感觉到 你好像就是学了音乐剧 就上了大学之后 整个人变自信了 你自己有这种感觉吗 可能是潜移梦化的一种影响吧 就是可能会有一些 就慢慢变自信的一种状态 第一次演话剧嘛 那团里面的其他成员 有没有给你加油打气 其实大家都有加油打气 包括丁哥昨天晚上还 特意地说非常非常棒 还挺暖心的 那像这次跳麦得这么好吗 你自己会有压力吗 肯定会有压力啊 但是吧 压力很快就还是转化为了动力 其实没必要让自己 一直处于一个非常紧密的状态 像你的戏主要集中在上半场 那中间后一段时间是下线的 那段时间你的后台是怎么度过 我就在后台看着那个电视 在感受大家的表演 我有一场我就必须去测台感受 就是那场大家都在很东京的那场 感觉对我的角色的支撑也很有帮助 所以说我就必须去测台 看完那一整场 很快就要迎来19岁的生日了嘛 这次要在舞台上度过生日 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还挺有意义的能在舞台上度过 这次的生日 很期待的话 就是期待我生日那天 也能拿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 然后大家能够看到一个 19岁的张真元和18岁的张真元 饰演的小柴霍的那种不一样的感觉 或许呢就在一天之间有转变了 所以你怎么添加自己的18岁 18岁充实丰富 一种混合的喜悦感 感觉经历了特别多 开心 那19岁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19岁 一直开心下去 烦恼远离我 多伤心 谢谢大家